字幕提供 好 人物力量又要和大家見面 今天的節目我們特地說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政府最近突然間公佈 有個大型填海計劃 我們很高興請到世界自然基金會 李美華小姐 你好 大家熟一熟面 上次我們都講過機場填海的問題 我再請李小姐來和大家分享 究竟政府加填海的計劃究竟是怎樣呢 政府那天一公佈 我看這麼多的團體 哇 你們真是犯而准 捧一聲就衝出來 表示你們的憂慮和意見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麼快作到回應呢 真是沒辦法 真是逼過來 其實我們都很突然的 那天那天傳媒突然收到25個選子 然後公安同事馬上跟他們說 原來突然出了25個選子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準備過 為什麼呢 其實政府 他之前常在說到第二階段 2012年的第三季 先不如拿選子 有什麼選子拿出來談 其實我們沒有準備過 但是突然傳媒打電話來 25個選子 所以我們就算做什麼都好 都要放下手頭上的工作 真是要談 因為那25個選子來講 其實大家都看到 都知道 原來當中都有不少個 其實他那個都很敏感的 例如那個生態價值都很高 所以都見到我們是馬上扮一聲的 出來去作回應 其實我看回那25個所謂的選子 就是有些其實先前 就是很多年在不同時候 都先是投過某些發展計劃的 譬如你說喜寧州 那時候大家都記得 政府在很多年前 就提過做這個超級監獄 是不是 那時候就說 會在這個煤窩 整條行車天橋 接駁到喜寧州 那時候也有很多這樣的計劃 另外譬如說 這個大嶼山北某些地區 譬如這個小蠔灣 或者是陰澳那些 就是那時候都提過的 其實這個陰澳 和小蠔灣部分地區 在這個97研究機場計劃的時候 那時候曾經建議其中這些地區 是發展成為一個 5萬人居住的地區 但是其後就基於航機噪音的問題 因為航機噪音的發展 是令到原本一些規劃去取消 因為已證明是不適宜居住人的 另外一些譬如你說屯門四十區 那些那些 因為那裏不久都填開很多地區 譬如你龍虎灘那些 基本上連串的屯門 龍虎灘和中田發電廠 去到達石角那裏 都很多填海計劃 其實裏面有很多 我就覺得是新平舊走 但是有些呢 就無緣無故提出來的 譬如裸州 一些完全過去都沒有 我記憶是沒有提過的 你說南亞島 和其他某些地區 過去都有提及 譬如烏溪沙 因為過去政府 在發展新界的時候 在不少地區都有提及 填海計劃的 譬如說張軍澳不同地區 因為張軍澳當初那些 填海的項目這麼大的 然後斬下斬下又縮小了 所以有一些是新平舊走 但是突然間 扔25個出來 你覺得政府 是不是發瘋 還是基於什麼 你突然間 我碰一聲 完全沒有手影足 完全沒有諮詢 完全沒有什麼特別討論 突然間說 基於那個居住問題 就是的需要 我們找一堆的數字出來 等人去討論 是否為討論而討論 還是製造這個煙幕 背後有其他的理由 和一個特別的議程呢 我自己覺得 整件事是有本末倒置的 首先你去做一個填海的諮詢 其實我常常說 第一個階段就是想問市民 你知不支持填海 去增加土地供應 其實到這個階段就是 你都未知道 自民知不支持 那你就好像跳舞 我假設可能已經會填海了 我給你那25個選擇 我覺得 程序上 不是很恰當 也不是很負責任 你經常 第一個階段就是 我現在走出來 問大家 知不支持填海 如果我將來要填海 其實選子是規定的 那個準則是怎樣 這些細節都未講 無端端拿了那25個選子出來 給別人去談 你知不支持人工倒方案 你知不支持年度方案 我覺得這些應該是 在這個階段裡收集了市民的意見 才做下一步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分享 就是早幾天我就上網子 即是Yahoo新聞 投票 他偶爾也有些 就著這些很有趣的議題去投票 他就有一個 投票項目 就在說 你知不支持政府填海去 類似增加土地供應 初頭 我都以為市民都說支持 因為多些房子 住得舒服點 但是幾天前 我看回那個資料 原來他投票 只是投了大約6天左右 那一陣子我看 就有4000多人投了票 原來很有趣 那個投票狀況 是超過55%是反對的 是的 其實都很有趣 另外 就看回政府他們的官方網頁 他都就著填海的網頁 其實他有一個討論區 讓大家可以自己放一些文章上去 說回意見 當中有支持有反對 但是我這樣看下去的話 反對或者對填海有保留 有憂慮的人 都真的不少 我覺得政府去做這個諮詢的時候 其實 是不是不要推得這麼急呢 就是收集了市民意見 填不填呢 才再一步一步來 我覺得現在是跳了一步 我想你看回過去填海 其實特別在這個60年代開始 就是政府在過去三四十年 都有大量的填海 是吧 那你由最早期的這個中環 就是你那個海岸線 逐步走出去 那你這個深水埗也好 旺角也好 尖沙咀也好 就去到荃灣也好 還有觀塘啊 將軍澳馬鞍山啊 很多都是填海填出來的 所以你看回六七十年代 那時候就去到八十年代 市民覺得填海 就是物地 為了這個城市的發展 這個商業的需要 住宅的需要 道路的需要 都沒有什麼人反對的 我想是到了這個九十年代 就突然間進行這個大型的填海工程 這個十大核生工程計劃 機場那十個計劃 中環的大福填海 這個西九 跟著這個大嶼山 跟著一千公頃的石立木機場 那一次之後呢 特別填完之後 那些人覺得整個維港沒有了 就全個香港 就是突然間好像醒了 突然間醒覺 咦 我們要叫停了 其後陸公衛提出這個海港條例 就禁制在維多利亞港的範圍裡面 除非是有這個特殊 還有有社會的需要 才可以進行這個必須的工程 其實打官司打了很久了 是啊 十八年好像這樣 所以政府本身在維多利亞港 除了能夠在法律上證明是必須之外 已經不可以再填了 那就停散了 所以政府用填海密地的方式 基本上在過去那十年 是突然間沒有了的 所以咦 突然間 林鄭這個局長 說咦 需要這個人口的需要 和改善那個拘絕環境 就是突然間說要做填海這件事 就是好像平地一聲雷那樣 就是和過去那十年的社會 那個氣氛和市民的態度 是突然間來了一個逆轉的 所以我自己到今天 我都不是很明白 不是很掌握 就是為什麼政府 要用這樣的方法突然間 突然間突出這個議題呢 就是你和政府有沒有任何接觸 或者計你的觀察 有沒有任何特別的理由 政府突然間扔這個東西出來呢 其實他們都經常說 要應付人有增長 因為其實可能到二零三幾年代 大概有八點九萬 八百九十幾萬 但是其實他都說 因為現在的土地需求多了 人口增長 其實加上配套 他都想多一些地方 其實我們都覺得 填海是一個 無法逆轉的行動 你不可以說我填了 以後我叫他不要 還有問題就是說 你去填海之前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要想清楚 香港本身的土地 供應是否已經不夠呢 因為其實我們都 很多人都發表了聲音 說你除了做重建 做收地 或者國營豬 其實都還可以有地供應出來 填海是否真的 在這個時候 你這麼快就去想呢 始終就是填海 你說你陸地的土地有限 但是你對海洋 其實那個面積都是有限 你陸地多了 其實海洋少了 那問題就是說 其實那個環境 海洋他們不會出聲 其實好像可以 逐漸侵蝕了海洋 但是我們保育團體 為什麼我們這麼關注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都希望可以幫回 環境保養發聲 就是海洋發聲 因為其實如果不做保育 去捍衛我們僅有的海洋 我們真的很擔心 它那個面積會越來越少 關於海洋那個影響 其實每個填海計劃 包括你那時候 足高灣填海起的士 其實很多的環保評估研究 都沒有顯露一些很獨特的問題 就是我聽漁民說 足高灣其實是香港 那麼多十年來 就是在香港境內 那些海上的動物 包括魚和一些海洋生物 是一個生產的地區來的 因為足高灣是一個很好的 天然的海灣 也都有很多斜的岸邊 變了一些魚也好 其他的蝦蟹也好 其他很多海洋生物 都是用足高灣作為這個產卵 和生產的地區 那麼你突然間 將足高灣全部填完 其實是沒有替代的 它不是單單 只是水面的面積少了 而整個香港 一個很重要的海洋生態 就是生產的基地 就完全沒有了 但是按那個環境評估報告 在這個研究迪士尼填海的時候 這些報告沒有講這些問題的 所以有一些可能傳統 這個香港的漁民的智慧和知識 那有一些東西 根本可能漁護處 就是都不懂的 都不掌握 或者不了解 或者是 就是可能有些人知道一些 但是基於那個政治的需要 就完全漠視了這些特殊的 就是歷史和特殊的事實 變成你香港那個損失 並非所謂的環境評估報告裡面 可以顯露到 我覺得有時候看回 就著填海的工程的環境評估報告 很多時候都說 對漁業資源沒有影響 或者對那裏的珊瑚都沒有什麼影響 或者影響都算低了 譬如好像足高灣 本身的海灣 剛才你所講的很多魚 其實那裏本身都有不少珊瑚的 你現在就填了 即是填了一塊出來 除了填了之外 沒有了本身的新景地 永久沒有了 其實那個海流 水流其實是改變了 因為本身是彎的 現在你填出來 沒有了那些珊瑚 其實現在還會再生 或者其實很難去做一個預測 譬如說沒有影響 可能它會再生 但是你之後環境因素 填完之後 其實你中間是改變了很多 那它會不會生 或者你保不保證得到 其實我會對它的誠懈存疑 我對它很擔心 即是說 今次我在那個天海 原來是沒有什麼影響 就說可能將來不會有什麼影響 但是我真的很擔心 那個影響 是不是我們自己 即是我們人口渺少 我們不知萬物 它有各樣的牽連 是不是我們預測的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但是原來是有些我們 是預知不到 想不到的 將來會發出來 其實我們就著填海這個事情 真的要是很小心 很審慎的去想 一來就是說 首先 是不是真的可以填海 避得就避呢 即是 不要第一來就是這樣填海 二來就是說 真是避無可避的情況之下 要填海 我們可以怎樣 將那個影響減到最小呢 即是減到最小 我想最後都要等那些所謂的環評報告 但剛才提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是否真的一定要填呢 那政府那個說法呢 就說 已基於那個實際土地的需求 和人口的增長要的 如果你看回 其實呢 政府過去那二三十年呢 就香港的人口的增長 和整個香港的都會發展呢 在不同年代都做過很詳細的研究 還有也都有報告書出 也都有多次的諮詢的 那譬如在這個八九十年代呢 就整個香港都會計劃的發展呢 做過連串的諮詢 接著就定了連串的計劃 咦 即是譬如商業的地區 住宅的地區 應該怎樣發展呢 都定了香港呢 中環灣仔這一帶呢 就是香港的主要都會區 接著呢 就會在這個 觀塘啊 葵青啊 青衣啊 深水堡啊 就好像一些次都會區 那這些地區呢 都發展成為一個商業的重鎮 那樣的 那其他附近就有些這樣的新市鎮 那些新市鎮發展呢 是來滿足的人口要求的 其實政府是有這些計劃 而在這個二千年的時候呢 政府也都做了一個三輪的諮詢 就是關於所謂2030的發展計劃 那個發展計劃呢 政府做到很詳細的 那也都在那個2030這個 這個諮詢和研究之後呢 也都有人口的評估 最高呢 去到九百幾萬 是的 或者說八百幾萬 去到九百幾萬呢 當時的結論呢 在諮詢完之後 政府的文件呢 就表示 日後那個發展呢 居住的人口呢 因為在二千年做檢討的時候呢 已經有連串的計劃呢 就是大量發展這個鐵路的 所以從二千年開始呢 到二零三零這段期間呢 香港很多的地區呢 是多了很多新鐵路網 而二零三零那個建議呢 很清楚的喔 就說 咦 為了這個人口的增長呢 就是應該那些的密集的人口呢 以及新增長的人口呢 就在這些鐵路沿線做發展 嗯 政府的結論來的喔 是吧 因為他講得很清楚呢 因為那個交通的需求呢 就是如果你在鐵路沿線 發展這個高密度的住宅 來滿足這個市民的房屋的需求呢 是最能夠給予這個市民的方便的 很清楚的喔 整份二零三零是從沒有提到 說要在這二十五個地區裏面 做一個大量填海的喔 那所以你看回就是 就是如果你從整個城市規劃 因為城市規劃有三個層次 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平時最熟悉的呢 所謂的地區規劃大綱圖 政府就畫了這圖 這個是工廠 那個是住宅 這些地區規劃大綱圖 但是在地區規劃大綱圖定之前呢 做一個長遠的發展呢 還有兩個層次的規劃 一個就是全港策略性的規劃 也都定了一個策略性和政策性的取向呢 居住的人口就要在這個鐵路的沿線 但是突然間 政府突然間公佈這25個團體計劃 和你2030那個結論 完全是違背的喔 就是可以加一點 就是尤其是 就是我同意來查 就是有規劃查理這件事 就是我覺得 政府在就規劃方面 是不是真的要再做多些事情呢 就是譬如 上次他講的 譬如剛才2030年 他估計是900多萬 現在最新的數字 他就估計到2039年的時候 原來是8.9萬 就是有很多人都說 喂 你之前估計 又是估計的人口 現在估計少了 還有問題是 就住你那個人口的推算 其實真的很影響 究竟將來我們是要再需要多少土地 就是如果你連這個推算 都可能不太準確的時候 就是我不想到有一天就在那裏 填了一個海 等了在那裏 到時有需要才算 如果沒有需要 填了就放了 其實我覺得是本末倒置了的 應該你要知道那個填海 用來填來做什麽 你才好去問別人 哪個選子是比較適合呢 因為可能你 原來那裏我建一個主題公園 和我建一些高密度住宅很不同 譬如 我可能假設我在屯門那裏建 原來主題公園 大家都很喜歡 很開心去玩 而且低一點你不會阻擋 那些警官 但原來起高密度住宅 我反對 可能你會影響到我的樓價 究竟土地用途 用來做什麽呢 填來做什麽呢 其實是沒有提 但很有趣就是 政府自己有個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的網頁 他就很明確說了 我們現在第一階段的研究 除了是要知道市民對以下市行的意見 包括維港以外 填來的增加土地供應 又說 發展硬洞 發展又說 選子準則又說 咦 而以土地用途 陳議員有沒有聽過他提出過 關於土地用途來做什麽呢 我就沒有聽過了 就算是上星期六我參加了他們的專題討論 我們都不斷提出 喂 你是不是應該要拿那個土地用途 告訴我 究竟你外來做什麽 才再決定填不填海呢 但是呢 他們就說 總之我現在 林鄭局長 他那裏說 他覺得不要迴避填海的問題 因為其實他覺得這樣是短時的 但問題是 你要我們決定知不知填海的時候 你一定要說什麽 愛來做什麽 填來做什麽 我們才可以告訴你 說 我們是支持啊 還是反對 現在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真是很難去 做一個評論 究竟跟你說 喂 我們知正反對啊 你講得很清楚 究竟你說要填海 究竟用途不肯定的時候 才不是很難表達意見 但是你政府自己 像剛才我所說 在2030的檢討 和那個政策的離定的時候 政府自己本身 經歷了一個很詳細的諮詢 和政府主導的諮詢的結果 也都落了一個很清楚的結論 就說在這個地鐵沿線那裏 發展來提供這個新的住宅 是滿足人口的需求的 政府又沒有新的文件 也都沒有新的研究 懷疑地鐵 或者是新地鐵沿線那些的土地 是不足以滿足到這個人口的要求 完全沒有這些討論 沒有這些資料 突然間就提了一個新田海計劃 給人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正如我開始的時候所問 給人一個特別的感覺 第一就是 喂 究竟這新建議 第二就是 你真正的目的 是要填這25個選址 還是用填海這個議題 用來達到其他某些目的呢 即是有少少 我自己有種政治的懷疑 是吧 他根本就沒有意思填這25個的 但是想用這件事來 達到某些其他的結果 是吧 咦 是不是要逼香港市民 譬如很簡單 你現在突然間說 要在你隔離附近 或者在隔離附近的區 以某些地區 原本去綠化的 或者是一些空的地區的 以你突然間說 要起樓的人就會反對 是吧 那政府會不會利用 就是說 我現在有25個選址 香港人每個人都反對 我沒有辦法了 我沒有地用了 我現在要在你隔離 起樓了 即是會不會有這樣的政治手段呢 嘩 以完這個就真麻煩的問題 我也比較難答 但是 我相信 始終 到了填海這個 諮詢過程 好了 第一期 其實我們月尾就完結了 即是月29日就完結了 到現在 我聽了很多人聊天 去過那些專利討論 很多人都很有問號 你想怎樣的 你的規劃其實是怎樣的 很不明確 你填來做什麼的 為什麼你在那裏填 你填完 你加填完之後 將來會不會 即是現在25個選址 將來會選10個出來 填完那10個之後 你會不會又再填過 即是有實在太多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之前政府 他不打算將那25個選址 扔出來 但是後來為什麼 他真的扔了出來 其實他自己就解釋 因為現在這個諮詢過程 很多人反映 資料不夠 所以我就扔出來 但是我就覺得 好像 即是 擠牙膏 你擠一擠政府 他就扔少少出來 你又推一推 他就扔少少 但是都仍然 不夠全面 如果你真的要是一個 公平公正的討論 我覺得政府是要更加開放的 拿多些資料出來 去緩解了我們心裏面的問號 即是我們環保團體 都說了 我們就覺得 我們原則上不反對填海 但是問題是 譬如你說 我們一定要避開 生態敏感那個地方 還有那個 即是自然的海岸線 除了兩者之外 即其實我們這個 兩大原則 但是始終 都是那句了 你怎麼填 你想我們做什麼 我們都是最需要去探討 才真的告訴你 我們知不支持 在哪一個位置填海 我們剛才講了那個背景 我自己可能從事政治 太久了 就是有些政治病 任何政府這些突發的事 我經常都擔心 或者有一種想法 背後有沒有政治陰謀 還有沒有政治的詭計和權術 因為很特別 剛才我所說 你有2030那個決定的前提 突然間 在完全沒有任何的諮詢 沒有任何的言論的情況之下 一扔25個計劃出來 還有明知這25個計劃 一定有很大的群眾反彈 意見的反彈 政府這樣推出來 以背後有什麼其他 同機和目的呢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逐個講那25個 政府建議的填海計劃 好 《人民力量》節目第二節 和大家見面 我們繼續和李美華小姐 這個香港自然基金會 就是世界自然基金會 都不是香港 香港的世界自然基金會 那些代表 我們談談填海的問題 政府突然間公佈了 有25個選子 供大家可以作參考 我們試試逐個拿來談 是嗎 或者可以就著它的類別 都談一下 都很有趣的 好啊 好啊 或者按你的類別 分開大中小 和不同的用途 分大任小 和不同的用途 對 大那些呢 剛才我都簡單分類了一些 有些是過去人已經研究過的 譬如很多是一些島序 它特別用很多島序 喜寧州 長州 南亞島 平州 羅州 和這個 荃灣 烏溪山 就是很多那些 就是較為偏一些的地方 就做這個建議 是吧 喜寧州 剛才我都提到 就是最早那時候 想要做這個超級監獄 那裏以前已經有了計劃 和也有了這個建議 就是蓋上這個道路接駁去煤窩 但是就算我給你接駁道路去煤窩 都好呢 就是如果你由市區 說要經過這個 就是青馬橋 去到北達嶼山 再經東沖路 再經這個達嶼南路 再去到這個煤窩 再去到這個喜寧州呢 就是如果你駕私家車 都要成九個字至一個小時 是不是 那你坐巴士要過半小時 那交通是極為不方便的 就是當時想著我來做超級監獄的 加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田海 來做超級監獄 是不是 所以 他現在將平州和喜寧州 連在一起 他們現在那個方案就是 平州和喜寧州一樣 是那個交通問題 平州和喜寧州很接近 剛才你那個 就是平州本身的土地很小 那他現在要求那個田海 那個面積唯有去上七百公頃 是不是 差不多半個機場 所以那個面積是大到無論 對我們來說 就是保育團體 我們對我們來說 其實喜寧州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上面有一種叫做包氏雙竹式的性 其實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全世界只有三個小島上面 有這隻包氏雙竹式 這三個小島都是香港島 其中一個就是喜寧州 問題就是說 平州沒有過 但喜寧州有 問題就是說如果這隻包氏雙竹式 你一向都在喜寧州生活 你把兩個島都連起來 它可以去平州 大家本來以前沒有見過面 那些動物突然見到面 其實那個後果會是怎樣呢 它會遷移到平州時 會不會繁殖很多 或者平州有些東西 會影響到生態 可能會不會連喜寧州都沒有了 即他們的契飾都沒有了 其實我們是很關注 即是為什麼我們都說 喜寧州是一個生態價值的地方 而我們都不建議那裏 會有填海工程 即是你從那個純環保 和純那個生態的影響 但是你作為大型填海 那個土地的需求 你都要作一個的評估 你用那塊地來建些什麼 而那個地方使用那個用途 跟香港社會其他東西 合不合不合呢 剛才我講到 嘩大哥你只是開私家車 出到市區都要整個小時 那你那些人用來駐人嗎 豪宅我啦 還是我們駐監犯 豪宅的 即是為什麼這個半山這麼昂貴 就是因為近市區 資深大律師 那些有錢佬 那些大發展商 那些法官 那些政府的高層 個個都要駐半山 因為他駕車來中環 十分鐘而已 變得快 你說你喜寧洲 其實喜寧洲有兩個計劃 一個是喜寧洲西 一個是填海 一個是喜寧洲連平洲 還有另外附近的幾個 那些島那些 填滿了中間的七八公頃 就變成一個很大型的人造島 差不多可以做半生市鎮 大概大個東涌 可以做一個發展計劃 這件事 你引出了這個問題 就是配套問題 你說來市區很遠 除了你交通 可能很不方便之外 其實他們是島 它和市區沒有直接接駁 現在是搭船 就這樣 如果你田園 原來是被人住的 我是不是要蓋一條橋 是不是蓋隧道 或者是河堤隧道 或者是更加多船班舌呢 其實這些配套 政府計算下去嗎 如果你有七八公頃 一個發展 一個類似新市鎮 已經單單靠船 就沒有可能的事 但是它沒有計算過這些配套 就是你到時 又是環境角度 到時你蓋橋 你蓋海底隧道 那你是不是還是會 破壞了自然環境 這些可能政府 例如像長洲南 很遠 因為是1,500公頃 你蓋完這麼大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市區 長洲南 它是有一個特別的任務 長洲南 大家如果不熟悉 就可能不太知道了 長洲南 其實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長洲南就有一個 在海底 即海那部份 就用來做污泥的儲存區 很多年前 在做著 在長洲南 那裡 就劃了一個深坑 接著 香港所有 劃到的淤泥 包括你在九龍西 當時做這個 西九龍九郎的時候 填養的時候 它劃了淤泥 就填在那裡 譬如你現在有很多工程 譬如你現在要擴闊這個行道 因為香港的行道 特別清衣那部份 慢慢慢慢被那些淤泥擠了 它動作是要滑 那些淤泥 即是有時倒在那裡 有時倒在這個機場 即測特尼國那一邊 那些淤泥在這個水底 可能一番大風 有些特殊的環境影響 淤泥就會浮出來影響環境 我覺得去做長洲南這個填海 其實就想將這些淤泥永久埋藏 用這個填海就蓋在下面 這個可能另外一個任務 長洲南根本來市區也都遠 變成你的撤博又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對我來說我是不贊成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都是香港重要的 乾糰的新景地 很多時候乾糰會經常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填了1500公頃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它會游去別處的 它會避開的 海糰還是人比較重要的 你填完海 你可以給我住 因為海豚的特性就是 很多附近是一些鹹淡水交界 還有那些就算是海水也好 那個鹹度跟再遠一點不是很同的 所以海豚在那裏生長 有它獨特的需要 而且始終如果你在那個地方 找到特別多海豚 會不會代表原來它的漁獲資源是豐富一些呢 所以它喜歡有一個覓食呢 你填了的話 它還可不可以找到一個這麼多地方 是可以孕育到這麼多漁業資源的呢 其實這些都是很多個問號 又引申另一件事就是 政府它不是在去年的時候 以海洋保育為名去禁止湯汪捕魚的嗎 禁止湯汪捕魚 我們希望那個海洋真的可以開始 恢復的生態 好了 部門一方面我真的很支持 它真的希望可以保育香港的海洋 另一方面有一個部門 因為漁民走來填海永久去破壞海藏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矛盾 甚至其實某一方面對漁民都不公平的 我放棄拖望 我去為了支持這個海洋保育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知道填海當中的過程 滑泥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很影響到那個海洋 可能會求成污染 影響到漁業的復甦 其實這個對於漁民 漁民可能他們現在 日漸昇離了那個團體 那個數目沒有那麼多 但問題是他們是海的使用者 他們其實都是 我覺得政府在考慮條件 應該都要很支持 要跟他們進行諮詢 因為他們是一班 香港一直都在用海洋資源的人 會不會剝削了他們的權益 令他們小地方去捉魚 我覺得這個都是要再深入 捉魚沒有的 捉魚現在政府已經計劃 將那些拖網 將那些蝦艇全部收購 還有小規模 現在剩下那些是拿著的 P艇那些 將來下網 我想過了這一兩年 政府法例禁制捕魚之後 剩下的漁民的數字 少之又少 不過這個題外話 我們都反對政府 完全禁制漁民的生計 另外南媽島 南媽島政府也有不同的計劃 在南媽島北 這個大型 四百公頃 其實很誇張 那個島這麼小 是不是 如果他填四 他在南媽島北填四百公頃 差不多接到去香港仔了 是不是 整條橋可以駁到香港仔 不用這個 再找船去南媽島 南媽島這件事 可能是說近一點市區 始終它是蓋一個人工島 但始終我們都會擔心 影響附近的珊瑚區 因為你蓋了一件事 影響到水流 本身 生在南媽島 沿岸海岸的珊瑚 還想不想進度 這個也是引申出來的問題 是需要去做一些調查和研究 除了幾個島 一定要講講裸州 是的 剛剛正想講 除了幾個島 裸州這個是很突然的 是 過去沒有提過 我看到這麼多發展計劃 它是有些歷史的成因在 但是裸州這個突然間提出來的 這個 我們一看到裸州這個 我們立即是 我們叫做歐罪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裸州和 即是旁邊那裏 其實是葡萄 其實它們是一個 極具生態價值的地方 很多珊瑚 是的 因為裸州和葡萄中間 它有一個好像 Channel的東西 其實它是很深的 那裏引育了很多 軟珊瑚 柳珊瑚 黑珊瑚 而那裏的品種 其實已經超過三百 三十幾個 那裏是否有個保護區 之前是看出過想像的 但是沒有 另外還有些什麼呢 例如說 我們在葡萄上面 有龍門寺樹蛙 還有葡萄一個特點就是說 其實它是位於香港最南邊 有很多候鳥飛過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在一個中途站 如果你去發展 裸州葡萄 加上有光團 如果你發展裸州葡萄的時候 你的發展會很影響這些 這麼脆弱的生境 很容易就會無阻 所以這個是最最最大的憂慮 具備 現時裸州葡萄那裏沒有什麼民居 很簡單 很少 基本上是一個香港少有的一個自然生態的島嶼 講得非常好 是 所剩無幾的 是啊 香港很多都被這些人染污了 或者是被一些發展 類似好像裸州和葡萄 純粹是天然的景況 非常天然獨特 是啊 還有我都聽聞過它那裏的石側都是特別的 就是為什麼 就是這裏最好就是不要動它們 是 那它放25個當然是放一些一定不會動的 放在這裏 可以選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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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就是 這個屯門40區 這個屯道已經 整個海流線已經變形的地區了 就是其實它計算這些我 但田文40區是怎麼住人呢 它又不是純粹說住人的 它是說那個土地的需求而已 就是那些 不知道 那天田來又創造些什麼 污染性行業發展 或者其他那方面的 真的 那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是一些 這些所謂的人工 或者曾經受改 都可能先田的時候 就是 可能 環境影響 未必是 那麼大 可能是這幾個方案最小 但是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影響到 人 居住的一個和諧呢 剛才我所說 就是你在我後門起的 現在 你會影響到我的地價 甚至是影響到我自己本身的東西 就是因為很有趣 我上去那個 討論居看過 有些人說 我去住 好像說去住屯門 我很辛苦 儲很多錢才買到那棟樓去望海 你現在突然在我後門那裡填海 令到我的樓價降低 就是說 你很不公平啊 就是可能 就住這些 這個類別 可能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可能不是非常高 但是可能就是 跟那個社區 整體上的和諧度 可能就會變成 越有問題或者關注 跟著就由屯門伸延過來 就是除了四天 跟著就伸延到二十七區 就是三聖那裡 跟著就青龍頭 跟著這些就基本上是建議 這個作小型的填海計劃 由屯門、青龍頭 跟著到青衣 青衣藍 就是以前有個發電廠那裡 那裡也有個大型 稱之西藍有個大型的建議 做填海用途 其實這個以前都政府考慮過 研究過的 想著發展這個十號碼頭的時候 是吧 最後 以前想過一下那個畫面 是啊 那裡就無敵海景的 跟著就 淡如山北 陰澳、小豪灣那些 那些以前都剛才提過 就是政府計劃過的 但是最後 基於的飛機草陰問題 就不適合取消了 現在又再提出來 那去恩澳那裡都做了小型的填海 譬如現在看到 即是迪士尼有個音舞站 旁邊有個很大的停車場 全空了 那些土地家都未發展 那大嶼南 即是去大嶼北 接著去大嶼南 即是銀礦灣 和銀礦灣南 和銀礦灣北 都有一些計劃 做一些小型的填海 但是那裡的填海 所以這個發展計劃 可以滿足人口的需求 根本不多 還有這些就變成 即是這些天然 但是暫時沒有 法例受保護的地區 即我們覺得 香港現在的天然海洋線 買少見少了 加上就是說 我們那個香港 有天然海洋線的地方 雖然未受法例保護 但是不代表它那個價值是低 即可能都會見到馬蹄蟹 有珊瑚 所以在有天然海洋線的 即剛才你說的銀礦灣北 這些我也要小心一點 但你很奇怪 你整個大嶼南 很多土地空在這裏 譬如你煤窩進去 中間有一百萬呎的土地 空在這裏 即荒廢農田 那些可以建屋的 譬如你這個銀灣村 銀灣村是作公屋 公屋後面那裏都有很多空地 那裏可以住人 但那裏是因為私家地 政府不是自己可以擁有的 政府不是自己可以擁有的 他不會方便其他人 哎呀我畫一棟地 可以建屋 可以多住很多人 即人家私家農地 他們畫了陸化地帶 或是耕地或是所謂的康樂用地 政府就要填海用來蓋樓 所以你見到邏輯有時很荒謬 同樣的煤窩、銀礦灣 就要用來填海給政府用 其中空地沒有用的 你又不讓人去發展 所以有時我見到這些規劃的建議 有時感到很荒謬和很矛盾 所以沒有一個很全盤很長廣的規劃政策 而是令市民都不知如何是好 在這一刻看上去 一路好像這樣說 有很多地方發現都是有空地 或者是剛才說的 鐵路縣線是有些地方是真的未發展的 為何政府真的不想要去想出那些地方 而就想填海呢 希望政府都可以在這個家庭聽到我們的聲音 重新有一個比較好的規劃的存盤 再拿出來給我們問一下意見 其他一些都是一些過去講過的 例如你沿著這個大埔公路沿路上 大埔公業區、大埔亞那些地區 以前過去政府都考慮過烏溪沙、中滾澳那些地方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沙灣 沙灣那些地方很小的建議 近坡庫林那裏 是啦 Sandy Bay 那裏就一個很小的發展 剛才你說大埔那邊 其實有一個補充就是 其實套路港那裏一直供應在一個 全香港其中一個很具 去孕育漁業資源的一個地方 例如在一個很重要的 餘類產卵區、餘類孕育場所 其實政府也有意將那裏有一個餘業保護區 又要說一方面有政府部門希望保育 另一方面你又想出一個田 發展 真的很多矛盾了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所以我覺得政府要去想填海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是不是要去再上一個level呢 不是只是發展局去想 而是各個不同的局去溝通去談 究竟怎樣才可以在發展 填海或者保育裏面是一個最好的平衡 所以剛才我一開始所說的就是 整個城市規劃 為甚麼要有全港發展策略 跟著有區域的發展的政策 跟著有地區的發展 那個理由就是 你當你考慮全港發展的時候 哪些地方要保育 譬如最早期的發展 就是說譬如西貢不動的 作為一個香港人的後花園 大嶼山北就發展為住宅工業 大嶼南就保護自然生態 因為大嶼南政府在七十年代 簽了國際協議 大嶼南的海岸線是受國際協議保護的 而政府也保留這些島的獨特性 就是在多次的發展計劃的時候 政府有了這個結論 這些地方就不可以動 就不是突然間好像這次那樣 以說丟了一些計劃出來 東南西北的地方都有一些填海計劃 所以如果你看回土地的需求 其實土地的需求一般有三方面的來源 填海就是最經常用的 第二就是用一些農地 第三很多人很怕說的就是交野公園的用地 因為其實你看回香港交野公園 其實不是全部交野公園用地都是有天然價值的 譬如你說人口不斷擴張 因為交野公園定定的時候 暫漫都幾十年了 就是衛奕遜年代定定交野公園 都暫漫了幾十年 交野公園佔了香港總體面積 差不多六成多 那你究竟以交野公園的用地 是不是這個奴不可破 和神聖不可侵犯 即是不可以作任何的修訂 是用來滿足香港人其他方面的發展需要呢 那我覺得也都需要有個討論 讓香港人知道 譬如你看到城市規劃 香港這個交野公園的存在 其實是一個主觀意志 即是最早期 香港的英國官員 即是有這樣的想法 就定了交野公園的政策 那你見到新加坡呢 新加坡整個城市設計是花園城市 它就沒有定誰是交野公園 沒有的 新加坡 定了就是咦 我全個城市都是花園 周圍都種綠化 周圍都成 那這個是城市設計的觀念 那究竟香港的城市應該是怎樣呢 一說到交野公園 環保團體一定是誓神 便宜完誓死捍衛 但有時你看到城市規劃的觀念 又是很矛盾的 是吧 你為了保留六成土地變成交野公園 香港人就被迫生活在三成的土地上面 迫到八甲龍 迫到沒有地方住 那你問一下香港人 特別居住在那些板間房 龍屋那些 有幾多個住板間房的老人家 會去交野公園呢 我明白 但是交野公園 其實它成立得來真的有目的 例如保育 例如看諾和教育 那就是 我自己的立場就是 我是不建議再移動交野公園 還有 始終問題就是 如果政府以前沒有這麼條例去保育交野公園 會不會其實現在 全香港周圍都有人住呢 就變成沒有一個我們 我們休息的地方 還有 所以回到另一個更高層面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擠迫呢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重新審視 去提供自己的人口政策呢 也是 兩樣東西 人口政策是一個發展 但是你的人口政策 你由幾十年前的 可能三四百萬 你現在去到七百多萬 到遲些去到八百多萬 你那個人口的增長是必然的 是不是 那你的人口的增長是必然的話 你那個經濟發展也要增加這個土地的需求 那究竟 就是三個來源而已 土地的需求 你一個就是將現有些土地更改 譬如仍然有一些剩餘的農地 或者不是交野公園屬下的一些空置 或者是荒廢的土地可以發展 透過這個城市 透過這個土地的改變融合和規劃 或者是市區重建 第二就是填海 第三就是交野公園土地 究竟是不是交野公園的土地 你說一些有自然生態價值 那些沒有人會動 但是交野公園土地 不是全部有自然生態的價值 你究竟是要逼香港人 我覺得香港人要想這個問題 環保團體都要想這個問題 那你究竟是要保護這六成幾交野公園的土地 是逼所有香港人 要擠迫在30%的土地上 即是很擠迫 要面對呼吸污染的空氣 要被居住在擠迫的環境 還是可以參考其他城市的發展 例如你像紐約 紐約有一個 Central Park 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 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 像香港那樣的 全世界 就算溫哥華 溫哥華有一個Stanley Park 不過Stanley Park是不能動的 但是不是說全個溫哥華 畫了七成土地是交野公園 所以你看回香港的城市規劃 香港已經小了 香港只有1000平方公里土地 有些是海有些是山 你再佔領了這麼多是交野公園 那些人住去哪裏 都是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說有30%是香港人住的地方 但是那些30%都沒有完全開了 其實我覺得剛才你那三個options 其實是可以排自序 即是說是否在交野公園和旭田海之前 是否真的盡量去用現在我們餘下的土地呢 不行的時候 是否再想另外兩個 可能會對環境造成無可逆轉的影響的options呢 其實我覺得是要排次序 這個就是2030那時候的建議 2030的建議 就是應該做這個地鐵完善 地鐵完善很多的土地 不是交野公園土地來的 仍然是荒廢 仍然是沒有人居住 所以究竟這個香港的城市規劃 要走向哪一條路呢 透過這一次的田海政府的建議呢 可以刺激大家再思考一下 我們日後會繼續跟進 政府這25個田海的建議 究竟是一個煙幕 只是一個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建議呢 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多謝李小姐 我們有機會再探討一下 香港這個自然環境的保育 和香港城市規劃 這個矛盾究竟有些甚麼出路 一方面可以保育到我們珍貴的自然土地 第二也令到香港市民的生活可以得以改善 再次多謝 拜拜 拜拜